画面的边缘其实也是画面的一部分 在把你的机理挪到边上之后 你会发现跟原来的画面变化非常大 一方面是我的作品要寻找一些传统的元素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整个社会的对艺术的追求 社会的发展经济都很快 它越快我反而是有一种逆反心理 大家都追求快的时候 我要慢下来 我创造了一组好牌的作品 出发点很简单 因为疫情 我发现好多人在家里玩牌 在我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好牌是很好玩的 它可以从好多的角度 去阐释我的一些想法 因为疫情 其实好多东西都已经重新洗牌了 在这个疫情面前 什么是艺术 艺术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也在洗牌 包括我们的教学 从线下到线上 也都在洗牌 每次展览都能看它新的方式 非常干净 非常纯粹 它的表面是抽象 骨子里其实是具象 由于具象达到一个村里野之后 它会看上去非常之抽象 对自己以往的一些经验上的一种突破 这点我感觉它是很可贵的 在表达上好像更具象一些抽象一点 但是它猪皮里边还是保持了它过去原有的一些抒情的 还有一些具象成分的 其实它在意义上 我认为它是在淡化的 如何运用东方人的思维和感觉 如何利用整个艺术所提供的学生知识 来种植当代艺术的中国的质量 从一开始看它到现在的话 它一直在变化 它一直在探索 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 特别有深度的艺术家 我们一直是以中国的自身的创造 所谓背景进行创作 实际导创做得非常好 本来这个展览再过几天 应该在湖北美术馆举办 由于特殊的原因 这个展览就推到了明年 我在明年在湖北美术馆 供应大家就像西方说少就是多呀 在艺术上我觉得慢就是快 陈霞的艺术在时间的方面凝聚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种深入和思考 而且我们希望学校回归教学的正常以后能够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受到陈苏家老师的教诲 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如何打好自己的牌 努力地出风出产 作为艺术家 如何能够更加有创造力 为我们的中华文明天真大王 从他创作的历程来看 也能感觉出来他对他自己感受的东西特别的在意尊重 甚至是呵护的 更主要的这个展览用好牌 是想强调他自己对外界的理解和自己的态度 只要这牌在自己手上就是好牌 每个人都可能会拿到一副好牌 但是好牌可能在你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打上一副烂牌 那同时当然就是说一副烂牌也可以打上好牌 其实有好多事情就是一个游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 散递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